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 昨天马可介绍这个王是谁啊 这个王超过门徒的想象啊 王可以吩咐军队 吩咐臣仆 吩咐百姓 竟然这个王可以吩咐大自然 这个已经是上帝的神圣范畴 所以这使得门徒大大的惧怕 就是敬畏 因为这个人变得很不熟悉 他不是过去那个我们熟悉的 像一个先知 像是一个老师的人物 他好像上帝 他们开始意识到 耶稣的身份不太一样 他们大大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就是突然上帝显出他的荣耀 威严全能 门徒们觉得陌生了 这到底是谁 我想这个感受 我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讲过 我第一次 在一次的聚会里面 看到上帝彰显全能 医治的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是 我那时候才高中 我就从会堂的前面 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门口 就是想说离上帝远一点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个 这到底是谁 这一个上帝 不是我能够掌控的上帝 过去我在民间信仰里面 这个上帝是安全的 为什么呢 他不帮我 我就换庙 我就换个偶像 换个神明 这间庙不帮我 换另外一间庙 现在不得了 现在这位耶稣 超过我的理解和想象 这到底是谁 在我眼前怎么会发生 可以看见这样的神迹 那个惊讶跟震惊 而这个惧怕 挑战我们做一个回应 要么接受 要么拒绝 对不对 后来我们知道门徒们接受了 现在我们要看 有一群人拒绝了 他们来到海那边 格拉森人的地方 这个格拉森 确确的地点 其实学者有很多的讨论 不一定那么精准的 确定是哪里 有一些猜测 详细的讨论在 我们马太跟路加的讲解里面都有 我们这里就不额外花时间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下船的地方 很可能就靠近这个坟墓 那人常住在坟营里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 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争断了 脚镣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藏在坟营里 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就是打自己 你想象那个画面 哎呀 这些门徒也够辛苦了 你看他们之前 听耶稣讲这个啥种的比喻 听不懂 一直在那里绞尽脑汁 到底耶稣你要讲什么 进前来问耶稣 耶稣又解释 又讲了很多的比喻 到了晚上 耶稣竟然吩咐他们 要过加利利海 在海中遇见狂风大浪 差点上了命 突然耶稣平静风和海 他们还在惊吓当中 他在那边讨论 这个比刚刚的海 风浪可能还可怕 他比风浪大 我现在跟他在同一艘船上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在害怕的时候 靠岸了 一看 哇 怎么这么阴神呢 就是一个靠近坟墓的 坟营的地方 然后呢 有一个被污鬼附走的 你看 被污鬼附走的人 从后面讲的 有这个脚梁啊 铁链啊 所以他一定可能是光着身子 蓬头垢面 身上被鬼折磨的 不成人形 然后呢 这里提到说 他昼夜 常在坟营里 和山中喊叫 一定大喊 哇 这个失去了神志了 然后一定有很多伤口 用石头砍自己 这样的人啊 就冲过来 那你想 门徒什么反应 这吓坏了 赶快又回到船上吗 是不是 快走吧 这里 那这个 后来我们知道 这里养了很多猪 所以学者认为 这应当是 外邦人的地方 他们来到海 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 哇 这里是一个 非常阴森的 一下船 一个被污鬼附走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 迎着他 迎着他 当然不会是 笑嘻嘻的欢迎咯 因为他是被鬼附着 所以一定是 命容非常的可怕 然后喊叫着 然后全身是 各样的蓬头垢面 各样的伤口 没有人能捆住他 非常大的力气 然后呢 这个手脚 可能都有些伤口 还有一些 残存的铁链脚料 也许对不对 没有人制服他 非常惊悚的画面 你要想象门徒 他的害怕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拜他 趴着 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前面门徒问说 这到底是谁 门徒认不出来 可是鬼呢 很清楚 耶稣是身份的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耶稣没有反驳 至高神的儿子 我们知道说 神的儿子指的就是王 从神来的王 这个从神来的 受高的君王 耶稣 救世主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就是你为什么来干涉我 我指着神 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当时候犹太人 对于这个王的期待 是一个政治上的君王 带领他们脱离 罗马帝国的统治 建立大卫王朝 重新恢复大卫王朝 那我们说 耶稣来 这个王 他一再地告诉 门徒说 我的敌人是谁 敌人是鬼 而他不是跟鬼 好像在那里 打得不分上下 是每一次来 鬼的权势 就完完全全地 要被除去 是压倒性的胜利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 他说 乌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这里是一个补充 就是鬼出来迎着耶稣 耶稣就有吩咐了 乌鬼从这人身上出来 那在这个时候 好像有一些言辞 他们彼此时间 有一些对话 他就大声呼叫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耶稣就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这个很特别 前面耶稣赶鬼的时候 不需要问名字 那为什么在这里记载 耶稣要问呢 这很特别 回答说 我名叫群 群 中文翻译做群 其实它在原来的意思 是罗马军团的军事单位 大概有六千人的军事单位 有点像如果是台湾 我名叫旅 我们就有感觉 一旅的那个旅 大概六千人的编制 那这个也是在暗示说明 罗马军团 对于犹太人来讲 他们的敌人是谁 就是罗马 罗马军团 可是耶稣说不 真正的敌人是撒旦 是魔鬼 他的名字就叫做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是很多 第十节 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这个鬼 面对耶稣 他完全没有办法 他只能求耶稣 说不要叫我受苦 因为我们从启示录知道 最终鬼的下场 所有的邪灵 包含撒旦 全部都要到这个无底坑 就是永远的地狱去 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死 这里就显出来 很可能 那个地方 就是外邦人的地方了 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接近的 所以他们不吃猪肉 也不可能养猪 鬼就央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 往猪群里 负着猪去 这个也是 很特别的记载 有很多的学者 花了很多的讨论 但其实整个马可 要主要的表达的重心 并不是这件事 我们还是得解释 其实鬼他不一定 因为其他的地方记载 没有这件事 耶稣赶鬼 并不需要 让这个鬼附到 其他的动物或牲畜 没有 只有在这里有 那鬼这个央求 说求你打发我们 往猪群里 负着猪群 其实他是一个 魔鬼的诡计 这些鬼他有一个诡计 他要付到猪群去 就是说耶稣没有同意的话 他们也没有办法这样做 没想到13节 耶稣准了他们 我为什么说是鬼的诡计呢 因为后来我们就知道 这些猪就抓狂了 就投到山崖里面淹死了 那耶稣就被赶出 就被这群人赶出这地方 所以这个是鬼他们自己在想 好 如果耶稣让我们 付到猪屋里面去 那至少可以 让耶稣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没想到耶稣居然准了 那为什么 耶稣难道没办法试破 鬼的这个邪恶的目的吗 为什么好像这里 耶稣跟鬼打交道呢 显然耶稣有他别的想法 我们说13节 耶稣准了 污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 多少猪呢 猪的数目约有2000 耶稣一吩咐准许 污鬼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一瞬间 整个城的人 所有养的猪 全部就失控了 全部就抓狂了 开始狂奔乱叫 然后就冲出来 就全部就闯下山崖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整城的人 他们就靠养猪来生活 那现在猪全部走 表示他们全部破产 所以他们一定拼命的 要抓住这个猪 那猪一定是挣扎 抓狂 前面是失控的人 被鬼附的人 现在是失控的猪 对吧 然后往山崖就跳 淹死的或撞死的 是非常的惊悚 前面是这个人大喊叫 后面是这些猪 大叫 然后坠下山崖死的 就是非常血腥 淹死的 跌死的都是血 有两千 放猪的就逃跑了 因为这画面太震撼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告诉大家 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 因为这不寻常 怎么说得住 同时抓狂呢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 坐着 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这个从前被鬼附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只要到格拉森 就会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会大声喊叫 拿石头砍自己 甚至他可能会丢人 那大家想办法怎么样 就一群人一起把他 用铁链把他捆绑起来 没想到他挣脱了 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人 全城的人 甚至附近乡镇的人 都知道有这个人 那他看到人 他就站起来 然后就去吓人 或者去伤害人 没想到看到他 坐着 没有大吼大叫 穿上衣服 显然他之前是没有穿衣服的 穿上衣服了 心里明白过来 心里明白过来 就是恢复神智 可以讲话了 可以对谈了 所以鬼可以使人 神智不清 让本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他有很大的力量 结果这些格拉森人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就害怕 前面 当耶稣斥责风和海的时候 门徒什么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都是害怕 对不对 后来门徒信了耶稣 那这一群人 一样 鬼被赶出去 这个我们全城的人 都没有办法来控制他 耶稣居然帮我们解决了 这个大难题 从此 哇 我们这个城不再有被鬼负责的人 看见这事 便将鬼负责人所遇见的 和纳全诸的事 都告诉了众人 那应当是什么 大家会为这件事 开一个party吗 耶稣你太棒了 解决了我们最大的害怕 哎呦 要不然我的孩子 都不敢经过这里 半夜听到他在那里 很凄厉的叫声 吓都吓死 谢谢耶稣 我们来请耶稣吃饭 欢迎耶稣来对我们讲道 告诉我们 神的国是什么 可没想到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众人就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他也不太敢 直接敢 但是立场很坚定 所以他们是要求 拜托你 离开吧 你敢一个鬼 我们损失两千头猪 你再多敢几个 我们还得了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的是 失控的一群人 合成的人都失控了 他们的反应不合理 这个人被鬼负的人 他被鬼控制了 神志不清 没有办法判断 而合成的人 他们也被鬼控制 不是吗 被鬼欺骗了 所以当他们看到鬼 被赶出去的时候 他们竟然是赶耶稣离开 他们要鬼 不要耶稣 因为耶稣来 他们意识到 没有错 带来拯救 被鬼负的人恢复神志了 可是 我要损失两千头猪啊 前面讲 门徒问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而耶稣邀请人跟随他 如果那个代价是两千头猪呢 我们愿意为了神的国 愿意为福音付多少代价 跟随耶稣 我们愿意付多少代价 前面门徒大大惧怕 后来我们知道 门徒继续跟随 这边的格拉僧人 大大惧怕 就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哪一个呢 当我们 看见神的全能 看见神对 门徒的要求 祂的使命 我们更多的认识神 敬畏神 我们是更多的跟随呢 还是我们拒绝 耶稣上传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负责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这个被鬼负责的人 他等于重获新生了 对吧 他过去的日子哭不堪言 那么多鬼折磨他 他说我要来跟从你 那这个被鬼负责的人是谁 是外邦人 所以马可在告诉我们什么 前面撒种的比喻 他说不是说的优太人 都顺理成章的成为神国独的人 而这个王 他不单单是可以吩咐 百姓军队 陈朴 他可以吩咐风和海 这里他胜过鬼的权势 而且他竟然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 神的国临到这个人身上 所以他恢复过来 对不对 神的国神的大能神的医治 领到这一个被鬼负的人身上 对门徒来讲 这一两天的资讯量太大了 门徒其实吃不下去 他们的小脑袋瓜一定是 很激烈的冲击 这个人是谁 然后他在讲什么 然后神的国 我们要跟随一个弥赛亚 要建立大卫王朝 你现在跑到外邦人去 然后赶鬼 那这个人恳求和耶稣同在 是要跟着他 耶稣却没有允准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联名你 都告诉他们 因为耶稣已经被赶离 格拉森人的境界 对不对 所以耶稣为什么不让他跟 是因为要把他留下来 所以这个人 他成为一个传道人 他成为一个宣教士 他把耶稣所做的事 讲出来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联名你 都告诉他们 他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 没有人驳得到 因为全城的人 都认识这个被鬼附的人 所以他站在人面前 大家一定会愣住 倒抽一口气 后退三步 你想要干嘛 然后这个被鬼附的人 就讲话 就说你好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过去是被鬼附的 你们都认识我 但是今天 我恢复这个神志了 我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因为有一个人 叫做耶稣 他把我生命当中的鬼 都赶足出去 他在做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工作 对不对 有很多的医治 有很多的恩典 我们也有责任 回去 向我们的家人 到你的亲属那里 家人亲属那里 将主为我们所做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联名我们 都要告诉他们 因为我们的家属 家人 他们也很像 葛拉生人 对吧 信耶稣 哇 礼拜天要聚会 还要十一奉献 还要服事 我工作忙得不得了 我还要去教会帮忙 当义工 这代价太大了吧 我不要 他们拒绝耶稣 不是吗 我礼拜天赚钱 做生意 赶快可以再考个证照 更好的学历学位 对吧 跟随耶稣 我们愿意付多少代价 而我们生命的改变 那个见证 就是一个活真正的事实 让他们看见 过去我是什么样的光景 今天我被耶稣恢复一致 神怎么样 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 他怎么样怜悯我 今天耶稣也要我们 去告诉我们的情书 那人就走了 在迪迦坡里 传扬耶稣 好像是一个传道人 好像是一个宣教士 传扬耶稣为他做了 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他不用讲太多 大家就会来问 他走在街上 他走在乡镇里面 城市里面 大家就会好奇 你是谁 他就可以不断地讲述 上帝的作为 不断地讲述 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 怜悯和恩恋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很快做一点归纳 前面讲到这个王 竟然能够吩咐大自然 吩咐风和海 风和海也要听他 这是匪夷所思的 现在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进度 他也在谈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 这个王 他有权柄 他可以赶鬼 但是也讲到 他的敌人是谁 敌人是鬼 那外邦人呢 对犹太人来讲 外邦人都是敌人 不仅只是罗马帝国 所有的外邦人都是敌人 可是这一段经文 也告诉读者 敌人是鬼 神的国也领到外邦人 神的国这个恩典 也是给外邦人的 耶稣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 这个也让当时候的读者 会有很大的冲击的 这个被鬼附的 当时候是最贬义 认为是罪人 神的国 救恩是绝对不可能 临到他的 而加上他是外邦人 他这样是刚刚好而已了 他这样是活该了 谁叫他 不是犹太人 可是耶稣却说不是 神的国也要领到他们身上 领到外邦人身上 耶稣又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恢复的事 可是是完全冲击门徒 他们当时候的想象 对弥赛亚的想象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我们也是进到经文里面来看 还是有些细节我们可以学习 就是说这个被鬼附的人 他恢复神志 人是害怕 我们前面讲到 门徒大大的惧怕 后来他们信了主 而格拉森人害怕 却把耶稣赶离他们的境界了 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有很多的人 他意识到这位上帝 是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他不是好像这个圣诞老公公 或者好像他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这种能力 我们来教会 然后得祝福 聚会聚会发现 不对 他是主 他挑战呼召我们 回应他 顺服他 跟随他 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都要因为 我们成为基督徒改变 信福音 就是相信他是王 我们更认识他的使命 他对我们的吩咐之后 我们一样要做一个决定 是继续跟随呢 还是我们就拒绝 这里我们有看到 刚刚说 这个鬼有一个诡诈的计划 他要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负责猪群 他们的目的是要让 耶稣不能够再到格拉神人那里 耶稣当然知道 但耶稣为什么准许呢 第一个 因为耶稣要使众人看见 这个人真的恢复了 鬼出来了 第二个呢 他要人看见鬼的凶恶 第三个 其实是凸显他们内里的光景 鬼进到猪群 猪失控了 就引发了合成的人都失控 其实耶稣是在告诉格拉神人 说 你们以为你们没有被鬼附吗 事实上 你们就像这个格拉神人一样 这个格拉神人只是整个城的缩影 格拉神人完全被鬼控制了 所以神智不清 没有办法判断是非 而神的果领到这个人 但是合成的人一样 合成的人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看中两千头猪 胜过一个人的生命 他们看见这个人被恢复 竟然要鬼不要耶稣 所以耶稣透过这个猪的失控 也要让门徒跟读者知道 其实格拉神整个城的人 他们也都被鬼欺骗 也都是都被鬼附着控制一样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判断是非了 而耶稣要凸显的就是 神的果度的敌人是谁 不单单是单一一个人被鬼附 把鬼赶出去 而是整个鬼 整个撒旦的权食跟欺骗 这群人 这个格拉神合成的人 他们因为失去两千头猪 所以他们就要耶稣离开 他们宁可选择鬼 他们也不要耶稣 我们刚刚就有问了 如果耶稣来 他带来更新改变 同时也表示我们得付代价 愿意为跟随耶稣付多少代价呢 各位弟兄姐妹 两千头猪的代价大不大 是很大的 很多人可能失去他的财产 可能破产 我们愿意为了神的国 愿意为跟随主 愿意为了救恩这件事情 我们愿意付多少代价 成为基督徒 就发现我们要参加主日聚会 要参加小组 我们要查经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也意识到 我们的生命生活要改变 不能够靠诡诈的手段来获利等等 我们要努力学习饶恕 就是说我们愿意 为了跟随主付多少代价 我们会不会像格拉神人一样 我们其实要两千头猪 我们不要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用他的话 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我们去祷告 主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竟然格拉神人 他们愿意要两千头猪 他们愿意归与他们在一起 也不要耶稣 也不愿意他们生命 好像有些改变 主要恳求你是很怜悯 我们有时候觉得 格拉神人很夸张 却发现我们的生命 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想要继续过我们 原本好像在追踪之乐的生活 我们好像比较享受 原本这种懒惰 可以不用这么警醒战兢的生活 主啊求你是恩 挑战我们 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不像被鬼附之人 这么样的夸张 但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就像格拉神人一样 我们也是被鬼 被这些污鬼邪灵的价值观 谎言影响 以至于我们也活不出 那个对你话语的渴慕 活不出一个基督徒生命 该有的荣美 主你是恩帮助我们 继续用你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激荡我们 光照我们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